记者吕一轩台北报道 我有帮多名迷家曾传帮议不问 外交部长李大为当时一坦言密切注意很久了 近日又有传言指出 我国既出十亿台币军备已换取不断交 外交部阿美斯司长周琳今天力博相关指控 并表示该计划内容为我方提供太旧军品 给有帮用于人道救灾 是好事一桩 但有人一再丑化政府 真是居心叵测 李大为7月时曾访问多名迷家单位见到多国总统与外长 我主管拉美业务外交部次长刘德利 也于8月在访多国 引发外界揣测访问平平是否为巩固邦交 李大为10月在立法院被巡视也喊言 我方密切注意多名迷家很久了 且刘德利当时又再次前往多名迷家 传言更甚嚣尘尘尚 采访中南美洲的资深媒体人近日又在个人脸书上发表多国邦 公益相关言论指出我国寄出高达10亿台币的军备原赠给多名迷家提供免费玩具 以作为不断交保险 内容包括两架UHEH支撑机 90辆汉马车 100辆摩托车及相关零配件 并将于明年1月运抵多国 周灵今天出席外交部立会时回应提问说 这些指控并不公允 周灵澄清相关原赠称为军备并不精确 因为原赠项目是我方太旧的军中器材 计划来自国防部长冯士宽8月10下旬访问多国时 与对方国防部长保林诺达成的协议计划规划 将这些太旧军品用在多国的人道救援和天灾救助上 是以举述的合作 周灵气愤的说 我国过去买进这些物资 经过一段时间总是要太旧换新 但还可以用 而且我们的朋友有这个需要 送给朋友有什么不好呢 周灵说 台湾过去也是得到美国援助度过来的 这就是国际合作 但有些人戴着有色眼镜 一再丑化扭曲好事 让人觉得遗憾 真是居心叵测